往下跑 向下向外 記得第一次是跑車 我在裡面就是要第四次跑車 如果有煙的話 如果沒有煙的話就可以跑 那如果是樓下 如果是樓下 所以這間有煙嗎 對 對 你如果是從最上水抓起來的話 樓就是 通常這間 最好這間有煙 現在他不會往下好 那你就拿 我剛才講過樓他可以往下好 海嘯他對了 再三 這一題 進行 進行 然後 我們從沒有時間還有最後兩分鐘 最後兩分鐘 學期期末考 然後學校的工人 因為我們學校發展一些 防災的教訓 趁這個機會就是讓小朋友來體驗 一些寓教娛樂的 防災的教訓 讓小朋友知道 碰到災害的時候他要怎麼處理 可以讓自己成為 率先的避難者 同時可能也會拯救他一家人 那今天非常感謝 北斗消防隊一起來幫我們這個忙 然後一起來做這個防災闖關 就是很有趣又很有意義 又在生活中 很有幫助的一個活動 非常謝謝 首先我們感謝 北斗國小的校長 非常的用心 來做使 防災教育 從小來紮根 那這是一件很好的一個事情 那我們今天主要就是有一個 防災自立構 防災自立構 部分是利用大富翁的遊戲 來讓小朋友學習一些 防災知識 那小朋友會在 玩樂的過程中快樂的學習 他就可以學到很多消防知識 對他長代去非常的幫助 那最重要的 今天有一個熔煙體驗 熔煙體驗 比如國小的校長非常的用心 他特別去做了一個 仿真的一個房子 來讓小朋友透過實際去看 煙是怎麼走的 這樣他才可以知道說 如果遇到了他怎麼去逃生 這樣子會對他的未來 或是安全上的話 會更好一點 甚至可以幫助他的家人 萬一遇到的話 也可以教家人怎麼來逃生 那也希望今天的活動能夠順利 還有小朋友都能開心地學到 非常多的知識 因為他也是在煙食 對 他會有香煙 他會軟腳 真好 來 不要 燙著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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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 這是光的 還可以吃力的 還可以吃力的 好 我不是主人 你要命 你好不好來動 你不是 cow 你不是想會說 我不是說 不可恥 請就是 做過